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的工作量也是原先的三倍 但是我想这些还是不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 那么这个当中也承载着我们个别的工作人员 经验不足 应急处置能力还不够的这样问题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整个的医疗卫生系统要举反三 特别是要加强对人员的培训 提高这个应接的处置的能力